很多时候一个商品的价值并不是按照成本来计算的 比如劳斯莱斯里面的鱼伞 这把伞的制作成本最多要几万元 但如果配上劳斯莱斯专属定制的身份 那么这把鱼伞的价格可能要值到好几十万 所以一个商品的价格和它的配套有着绝对的关系 有一家蛋糕店 他们家的蛋糕好不好吃小编我不知道 但是小编我知道他们家的蛋糕非常非常的贵 据说一个蛋糕可以卖到360万元 这简直是刷新了小编我对蛋糕的认知程度 为什么这个蛋糕会卖这么贵呢 先不说这个蛋糕有多好吃 工艺有多复杂 就是它的配送服务就能够体现这个价值 因为这家店的蛋糕都是用800万的劳斯莱斯配送 并且都是经过改装的劳斯莱斯 这家蛋糕店配送的劳斯莱斯 是800多万的幻影 黑音2的发动机 那是被改装成了少女本 方向盘采用古老的三幅式圆形方向盘 最大里面就好像是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 这样的配送服务真的是厉害到不行 所有这家名为 LENomella Kiss的蛋糕店的蛋糕 能卖到几百万 当然300万的蛋糕 并且是他们最贵的蛋糕 以前有人爱拉伯的土豪 在这家店店了一个天天的蛋糕 你们觉得猜不到这个蛋糕 店了多少钱 不瞒您说 这个土豪定了一个4.75亿的蛋糕 放在钻石就相见了4000颗 有些人世界真是很难懂 你要说这个钻石又不能吃 干嘛放在蛋糕上呢 并且这个4.75亿的蛋糕 都可以买60辆老斯莱斯幻影了 看来用老斯莱斯幻影送蛋糕 似乎有点掉渣呀 前面特别字可能都吃不上这样的蛋糕了 有老司机吃过吗 请分享